首先我来宣布一个可以让巴以问题和平解决的方法 就是如图所示 我相信应该没有任何人有意见吧 因为这个已经是既定事实了 你们反驳也没有任何的用处 反驳的给我通通拖出去弹鸡鸡弹到死 好了 我现在宣布巴以问题已经完美的解决了 下一个 这几天巴以又干起来了 从我小时候干到现在还是这个老样子 这一期我就想讲一讲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的起点 也就是巴勒斯坦究竟属于谁 犹太人的复国以及他们的背后的全部的真相 我会从古代到现代一步一步给你们完全的剖析 可能会有点长 如果你们还相信 一个可以在亡国几千年之后 在空降复国的民族只是流于阴谋论的湖州 从而轻视他们的力量 那我就只能说你太蠢了 其实说起来犹太人真的有点贪得无厌 明明他们已经在美国复国成功了 非要去遵守旧约的指引 再度回到应许之地 那有些人说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本来就属于犹太人 哈马斯是妥妥的恐怖分子 就很搞笑 因为他们说犹太人的祖先原本就在这里建立过以色列王国 和犹大王国 是妥妥的有户口的原住民 所以现在也可以分分钟的自古以来 是自由民主的 是合理合规的 也是联合国绝育认可的 我且不说联合国本身就是金融财团的产物 我单单按照圣经来说 用魔法去打败魔法 那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 本来是住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 然后犹太人又寄生在了埃及 给别人打了几百年的罗斯 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叫摩西的人 突然就不想打罗斯了 也不想送外卖了 就说自己已经跟上帝通了电话 要带领族人出埃及 最后他们定居了迦南 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附近的这一大块地方 也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应许之地 是耶和华赐予他们的流淌着蜜和牛奶之地 那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就说 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 说道 我要把这块土地赐予你和你的后裔 但是其实犹太人并不是这个地方的原住民 迦南人亚摩利亚人和旧约里面的赫人 都比亚伯拉罕更早 当年以色列人为了入侵迦南 犹太人在旧约里面就说迦南是韩的儿子 给自己的入侵加上了政治正统性 就跟大东亚工融圈一样 你们这些迦南泥腿子跟我太军混 好处大大的有 其实这些原住民部族在几千年之前就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 抗争过以色列人的入侵 就如同今时今日 此时此刻一样 这话还不是我说的 是犹太人自己说的 在西伯来圣经约苏亚纪里面记载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第一场战役 摩西改屁之后 约苏亚就成为了犹太领袖 带领着犹太人按照耶和华的指示入侵了迦南 发起了耶利哥战役 那书里面记载这场战争的细节 约苏亚第六章第21节 又将城中所有的布区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就直接给迦南人来了一次屠城 连婴儿也不放过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约苏亚纪第11章 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 将他们进行杀灭 凡有气息的没有一个留下 约苏亚又用火焚烧下锁 约苏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诚意 擒获了其中的诸王 用刀击杀他们 将他们进行杀灭 所以以色列人先后在所谓的神的指引下 搞了几次屠城 控制了迦南地区 而且还有POA这些地方的人 一边擦流血的刀 一边整理地像散落的肠子菊花断枝 说 我们都是兄弟 捅你几刀不过分的 因为迦南是韩的儿子 你们这里的很多族群 又是迦南的子士 所以我们是兄弟 圣经创世纪里面说 迦南当受诅咒 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 又说 耶和华 散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愿迦南做散的奴仆 愿神使雅福扩张 使他住在散的帐篷里 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 到了这里 POA又升了一级 除了要给被征服的迦南人 灌输大一统思想 让他们放弃抵抗 乖乖打螺丝 还要说你们这群淡散 虽然是我的兄弟 但是你看我们圣经里面 已经说了 你们要赎罪 你们受了诅咒 就要做我们的奴隶 你就乖乖地打螺丝吧 兄弟 你看圣经就是这么一本 政治宣传书记 需要什么就网上写什么 就这样 你跟我说犹太人 这些地方是自古以来 你看一下 现在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 一系列举动 是不是跟当年的圣经 有几分相似 当年说别人 是奴仆中的奴仆 现在说别人是恐怖分子 朋友来了有美酒 豺狼来了有猎枪 就准你依照圣经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不准别人放火是吧 复国越来越错了 哪里错了 这么多年 一直就是我们的故土 好吧 不要睁着眼睛乱说 入侵迦南很难的 哦 而且 以色列真的不是 随便找个地方复国的国家 我复国复了多少年 他是怎么起来的 我是最知道的一个人 他就差点 把他们家底掏给我了 差点没了一件信仪了 好不好 真的乱说 这么多年都是这个礼 哪里错了 有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 拳头够不够大 金融武器够不够强 深层政府渗透的够不够深 好不好 且不说这个地球上面 所有的民族和人 本来就只是这块大地上面的过客 你跟我都一样 都只是这个世界的过客而已 历史里面的烟城 谁又有权利给大地命名归属 犹太人复国所谓的自古以来 不过是拳头够大 已经大到可以遮蔽一切的非议 成王败寇也是这个道理 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拳头大 可以决定一切 美国的拳头大 所以他拿一瓶洗衣粉 就可以说你有大规模杀伤型武器 就要干到你家里面去 犹太人说要空降复国 那我就是自古以来 是耶和华给的应许之地 旧约里面的应许之地 还包括今天的里巴嫩 是不是也要自古一下 印第安人 是不是也可以自古一下美国 澳大利亚的土著 是不是也可以自古以来建国 你是不是也可以去自古以来 俄罗斯远东 都不行 还会被轰杀纸扎 为什么 因为拳头不够大 所以扯什么自古以来 都是虚的 我希望这些人 别再讲什么 以色列复国有法理 我来给你们讲一讲 犹太人的这个拳头 是怎么落在巴勒斯坦的 会比较实际一点 一切的一切的最初的起点 都来自一份非常有名的宣言 我讲了非常多次了 也就是贝尔福宣言 英国宣布支持在巴勒斯坦 建立一个犹太人的主权国家 那99%的人只知道 这封宣言代表了犹太复国的开端 但是都没有仔细看过这份文件 这份宣言的内容 其实就是一封诗人的信件 是英国的外务大臣亚瑟贝尔福寄给 Lord Rothschild男爵的一封信 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到历史的原件里面 信的开头说是给Dear Lord Rothschild 亲爱的罗斯坦尔的勋爵 我很荣幸代表国王陛下政府向您传达 下面有关同情犹太西安主义者的宣言 已经成交内阁 并已得到了内阁的支持 国王陛下政府赞成犹太人 在巴勒斯坦内建立一个民族之家 并会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 但要清楚明白的是 不得有任何行为 是可能会伤害到已经存在于 巴勒斯坦的非犹太社群的宗教权利 以及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 若您能把宣言的内容送到西安主义联盟 我将十分的信息 亚瑟·詹姆斯贝尔福请起 Rose Child Family一直是整个犹太复国计划的最大支持者和出资者 没有他们不可能有今天的以色列 为什么英国会被他们游说成功 你们可以去看英国政权那几期 完全跟这一期串得上 我简单的说几句那几期的内容 我怕有人会看不懂 那就是因为当年犹太人被宗教裁判所意教打压 所以他们从欧洲逃到了赫兰 但是当时赫兰还是属于西班牙的统治 为了彻底能够逃离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制裁 所以这些犹太家族在赫兰建立了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度 而不是英国 上学的时候你们都应该学过 这就是原因 然后他们支柱了赫兰的威廉三世进攻英国 那在这场战争里面 Churchill的祖先林郑倒戈 做了吴三桂 转向了赫兰的贵族和金融家族 所以威廉三世很轻松的就击败了英国的詹姆斯二世 入主了英格兰 顺便把犹太家族的赫兰银行体系搬到了英国 史称英格兰银行 然后他们又支柱了工业革命 所以犹太财团在英国的影响力非常巨大 英格兰吴三桂的后代 丘吉尔的两个义父 都是最大的犹太资本家族成员 英女王的财务顾问也必须是他们的人 国王的身边也必然是他们的人 所以才会有了游说国会发动鸦片战争 你以为贝尔夫宣言是第一次支持富国的宣言 其实他们几个犹太大家族已经努力了几十年上百年了 那1841年 Rothschild的亲家犹太银行叫摩西 就跟当时的奥斯曼叙利亚领事查尔斯亨利丘吉尔通信 那丘吉尔提出了第一个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政治计划 这个就是后来贝尔夫宣言的雏形 也是整个犹太复古的雏形之一 在信里面丘吉尔就说 而亲爱的先生我无法向您隐瞒我最迫切的愿望 那就是看到贵国同胞再次努力恢复作为一个民族的愿望 犹太人应该为应对富国过程中的外交危机做好准备 因此我强烈要求你们冷静地考虑这个问题 考虑寻求那些你们中间有地位有影响力人的帮助 让他们在这场光荣的犹太民族斗争中带起头阵 那在英国宣布贝尔夫宣言的时候 整个巴以地区 犹太人的占有率只有一成不到 且几乎不拥有任何土地 这个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 矛盾主要是阿拉伯部落之间 那阿拉伯势力也不是你们想的什么白莲花 他们其实也想染指这个区域 那英国一出来贝尔夫宣言 犹太人就涌进了巴勒斯坦地区 加上纳粹的神助攻为复国创造了客观条件 那一直到1947年11月29号 联合国大会发布了181号决议拉偏价 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而治国 就跟你们亲戚空降跑到你家 说这个宅基地200年前是他们家的 硬要跟你分房子一样 其他亲戚还出来说 你们五五分吧 这样以来巴勒斯坦人肯定就不愿意 那这个时候犹太人的占比是三分之一 但是拥有土地的面积达到了56%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在初期的时候 没有英国介入的情况下 这个地区是没有犹太人什么毛室的 所以更不存在什么犹太人 住在这里的正统法里 那又是谁提出犹太人必须要空降 选这个地方复国的呢 那就是西奥多赫茨尔这个人 他是现代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之父 属于以色列的国父级人物 那1896年他写了一本书 叫The Udinstadt 主要是给犹太人安利 为什么他们要回到应许之地 犹太人为什么被嫌弃 为什么被打压 为什么要复国这些理论 用来打造群众基础 那支柱他写这本书的人 就是大银行家艾德蒙德·罗斯坦尔德 最开始这本书的副标题 就叫做自罗斯坦尔德家族的演说 但是这个标题把艾德蒙德吓了一跳 问他你要不要听听看自己在讲什么 你写作完全白写了 你都写了历史上 我们犹太人被打压排挤的原因 现在还要把老子给推到风口浪尖 是吧 你是不是想把我弄死 然后继承我的房贷 来人啊 给我把他拖出去 用打火机的电池 电弹弹电到死为止 然后西亚多就捂着小鸡鸡 小心翼翼地把副标题给改成了 犹太问题现代解决方案的提案 然后罗斯坦尔德就很满意嘛 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在现在看来也可能是罗家口述的 那西亚多 赫茨尔也只是代币润色 那现在竟然宣传口的小弟友了 下一步就是广而告之 用自己的政治金融能力帮他宣传 第二年马上就在瑞士搞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 成立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那这个西亚多就做了主席 那这次大会就起草了后来的耶路撒冷计划 详细的盘了盘如何发动群众 筹措资金 怎么在巴勒斯坦买地 用什么名义买 怎么分头买 买了怎么用 怎么传播犹太复国主义意识 怎么移民 怎么认出去 怎么用钱打通各个关节 也就是在这一次大会上面 他们商量出来的结果 他们的意思就是 犹太复国主义寻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 受公法保障的犹太人民的国家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把地点选在巴勒斯坦建国 与其说在这个地方建国是这次大会的意见 不如我就直接了当地说了 这就是主席西亚多背后的大佬 埃德蒙德·罗斯塞尔德斯人的意思 谁出钱谁就是大佬吗 以罗家的实力 再在地球上复国国也是轻轻松松的 所以他的头像也被印在了 以色列五百命值的纸壁上面 那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就分头行动 以英系罗斯塞尔德家族 赛米尔家族这些主要就负责游说国会 国王和上层人 那其他的人各司其职 该考察的考察 该行动的行动 这个时候复国主义搞得如火如荼 百花齐放 就出来了一个犹太小伙 他的名字叫做David Gordon 他想搞工党犹太复国主义 意思就是他觉得犹太人千百年都是寄身体 搞金融业 搞文化业也好 但是他们没有跟土地的深层次连接 所以才导致犹太人散居全世界 钱是赚了 然后风头不对就只能脚底抹油开溜 对土地是完全没有执念也没有依赖的 如果要复国 犹太人还是这样 那不行 那不可能 一有风吹草动 全都跑了 复个毛线国 复言杰都复不来 所以他主张想要复国稳定就必须建立在犹太人和土地劳动的连接上面 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土地的主人 是自己的一部分 产生领地意识 这也给了罗斯财尔的家族和其他的家族非常大的灵感和触动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在复国之路上 外部的犹太家族势力疯狂地资助购买巴以地区的土地 安排犹太雇农去耕种去经营 走农业殖民这个方针 埃德蒙德·罗斯坦尔德还搞了巴勒斯坦犹太殖民协会 收割了12万5千英亩的土地用作于商用 也资助各种的犹太人定居点 就是想要他们把根给扎下来这么简单 改一改脚底抹油 动不动就想做动力小子跑路这个坏习惯 你不要以为就是单纯的买地囤甲这么简单 他们买了地之后还会驱逐当地的阿拉伯农民 比如当年的舍索克购地列表 就可以清楚的看见 在这块购买的区域 他们至少驱逐了1700个阿拉伯家庭 他们不仅要增加犹太劳动力 还降低当地阿拉伯劳动力的比例 然后罗斯坦尔德还叫自己的白手套 西奥多的顾问约翰 成立了一个叫做犹太国家基金会的东西 来继续收购土地 1939年的时候 这个组织持有10%的犹太人 在巴勒斯坦地区居住的土地 到1948年这个数据就变上了54% 一直到以色列建国之前 光是这一个组织就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和几百个犹太社区 当然还有像PICA巴勒斯坦犹太殖民协会这种组织 这个组织后面也是埃德蒙德的儿子 James D. Rothschild的管理下收购土地 然后再把这些土地送给以色列政府 包括他之前在叙利亚和里巴嫩收购的一部分土地 是要把应许之地一点一点的全部拿回来 连耶路撒冷的议会大楼都是他出钱造的 所以我说以色列是罗国 现在应该没有人跳出来说我是阴谋论了吧 有就把他拖出去弹鸡鸡弹到死 那接下来的故事你们就比较熟悉了 以色列在联合国拉偏价之后宣布建国 阿拉伯塑料兄弟马上轮番上阵要干翻以色列 其实在以色列建国最开始的时候 阿拉伯联盟是可以直接灭杀以色列的 只不过他们的利益也不同 他们一不想突然冒出来一个犹太国家 也不想突然冒出来一个巴勒斯坦 他们都想着自己可以直接收编这个伊斯兰国家 而不是重新让他建国 约旦和埃及在最开始也占领了巴勒斯坦的一些领土 然后在后来的战争里面输了出去 美国苏联也被卷入了场 那美国的态度一直是支持以色列复国的 当时的美国犹太人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 不停的在政府里面宣扬复国主义 那1922年美国国会就已经声明支持以色列复国 一直给以色列提供贷款 其实我就很奇怪 这些国家的政府都说同情犹太人 所以要他们建国 但是你德国作为战败国 除了战争赔款 不是最应该割出一块土地 让犹太人复国对吧 怎么轮都轮不到巴勒斯坦 对不对 这些人完全就是康他人之凯 其实犹太人群体策划了在很多地方复国 阿根廷 中国 东北 非洲 英国之前还在乌干达搞了5000平方英里的定居点给犹太人 只是罗斯塔尔德家族和其他的犹太贵族 一定要回到应许之地来完美的竖起一块旗帜 你们看 耶和华是万能的神 他说我们会在这里复国 我们便复了国 我们是真正的神的宣明 阿拉伯联盟一次没有按倒以色列之后 等喘过气之后 在北约西方国家的支持下 以色列打了这群塑料兄弟抱着头叫爹地 还丢了格兰高地以及大平的领土 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 以色列彻底站稳了脚跟 埃及方面就想在苏伊士运河上面搞点事情 因为这个运河的战略经济意义非常的重大 而且最重要的是 苏伊士运河是谁出的钱 当然也是罗加 莱奥内尔内森德罗斯塔尔德在1875年的时候 伊斯梅尔帕夏打算用相当于今天4亿英镑的钱 出售苏伊士运河公司 但当时英国政府没有这么多预算 所以罗加就放了一笔贷款给当时的英国政府 然后英国政府用这笔钱投资了苏伊士运河 这你都可以查到的 大概占有苏伊士运河公司40%以上的股份 所以罗加一定要在巴勒斯坦复国也是有这个原因的 天地线早就已经一步一步的打通了 然后埃及那边1956年又准备国有化苏伊士运河 那怎么能忍 所以以色列这一次直接主动出击 不像以往都是自知理亏被动防御 这回直接是不宣而战 就算在接受停火协议之后也要继续挺进 帮自己的国父罗加讨一口气 苏联当时直接放了狠话 如果英法乙继续入侵 就拉着大家一起和平 再后来就是六日战争 阿拉伯联军被彻底打趴 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状况 我可能还会出几期来讲一讲这一系列的事情 因为太长 我一直讲不完 说的我口都干了 那你听我说了这么多 你还认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是有理有据 有法有理的吗 一点都没有 有的就是拳头大 那哈马斯选在这个时候突袭以色列 就是因为美国牵头要让沙特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彻底边缘化巴勒斯坦 当年的一群塑料兄弟之后又坑了巴勒斯坦一手 当年坑就算了 现在年年坑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上层不信任何主义 沙特靠着石油 我以前讲过本来就是深层政府里面的一环 你看美国全世界送民主外卖 沙特的女人以前连开车的权利都没有 美国连个屁也不敢放 对于其他像阿富汗这种国家 就直接是人权自由大棒开路 子弹火箭新厂 拜登当然也是强力谴责哈马斯支持以色列 因为他的内阁我全都讲过 全部都是犹太裔 他自己的儿子女儿也全部跟犹太人联姻 至于巴勒斯坦的屁民 那是绝对没有人关心他们的 死的再多 对于政客来说也只是一串数字 就很可怜 被人空降赴了国之后 现在做着孤立无援的反抗 还要被安上恐怖分子的头衔 为了 的话 corporations 主席 你可以 怎么做 跟 Ich